你说你叫秦文是吧 过来和我干嘛 干一个嫂子能有钱 只要你过来给我当秘书 我给你微信百万 不用了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可爱 我和你叫一个女人 应该不是什么男士吧 她想和谁工作是她的事 我做不到决定 是什么 那真是可惜了 童小爸 今天是游历的生日 我们敬她一杯 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先生 这是您要求我们开的金色强威 这款酒非常名贵 我们都是立马结账 一共是231万元 今天你们同学生日聚会 我们老板说给您打个折 208万 您是刷卡之后吗 你是搞错了吗 我们的刻板可真好气啊 居然为了有力 开了一瓶 价值200万的世界顶级名酒啊 果然是财大气错 这种级别的酒 我都很少开啊 先生 请先结账吧 208万元 我没有叫这瓶酒 是找你叫的 你去找谁付钱吗 我总没有钱 这个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的 您要求我们开的这瓶酒 现在您居然不成了 您当我们宙斯酒店 柯总没有要这瓶酒 你们真是强制消费 把你进去叫过来 柯凡 不就是一瓶酒吗 你那么有钱 一瓶酒也不愿意请啊 我不是不愿意 我是不行 呦 柯凡 你这变化都是挺大的嘛 什么时候被你这么硬气了 哎 不就一瓶酒吗 我哥们有钱呀 这么扣扣扫扫的 有损科室集团的颜面了 你是想来找你 颜总 这边有个客人 点了一瓶金色强威 但他讲赖账不给钱 你过来一下 哎呀 真没想到 我们的柯凡 居然是这种人 居然点了一瓶红酒 还有赖账 你还是首富之子 这 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就是啊柯凡 你那么有钱 怎么扣扣扫的呀 对啊柯凡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呀 有钱人更不扣 嗯 别干嘛 别干嘛 看来颜总 需要好好解释一下 柯总 你 你想害死我吗你啊 柯总是什么人 他会因为开不起瓶红酒 好难吗 颜总 这真不怪我啊 是他 是他让我开瓶红酒 然后找您说是柯总开的 想围栏柯总 让他下来台 我们要是知道是柯总的话 给我们一百个打 也不敢这么多呀 柯总 这人酒啊 是我们送你们啊 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千万不要计较这些小事情 影响了咱们的合作呀 当然不会 既然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 那就谢谢颜总的酒 好 可怕 我们刚才是在和你开玩笑呢 谁不知道你有钱 怎么会因为一瓶酒和我们计较呢 您说是不是 对啊 可怕 今天是游队的生事 那大家就不要计较了 行 走 让我们走吧 大家也跟任何欢迎来 走什么走啊 这么贵的酒 再有个美人相伴 要不然 这显得多无趣啊 是不是 可怕 这是不是啊 怎么回事 这身体反应 难道我以前经常挨打吗 别紧张 疟了 你 你凧 喂 别 别打了别打了 你不要动啊 多少钱 早这样 这不老都会是 哎呦 气死我 放死我 好强 妈妈 有口气哎我控制着力度呢 哎 傻子 你回去要闹死你妈妈 我就弄死你 听见了没有 哎呦我小傻子 谢谢你碰到什么无聊的大学书桑 哈哈哈哈 柯总你没事吧 哎傻子笑什么呢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就好好算算就证 哈哈哈哈哈哈 这她是什么呀她啊啊 这只有这样的错证吗 我们和你没有什么错证吗 是说什么呢 就是啊 哎你以前给我们花的钱 那可都是你心甘情愿 以前你们付了号的钱 每个人都打过我手 以前那是她干嘛不过车 你现在不也好好的吗是吧 哈哈就是啊 哎原来 我们都有不懂事的时候嘛 再说了 我们那是跟你玩闹 玩闹吧 玩闹 嗯 换个角度想想是不是 我们这是在帮助你 帮助你成长 你们还真是不知悔改 好 你喜欢喝酒是吧 嗯 嗯 啊 啊 你喜欢喝酒是吧 嗯 啊 啊啊 啊 干嘛 你什么赶紧松开 六爷的爸爸可是六爷 以前你们就是这么打我骂我 让我哭 让我让你求饶的是吗 可怕 有话好好说 你先松开啊 哎 哎 哎 好好说啊 当年我被你们欺负了 我好好说话的时候你们听了吗 就因为我是个傻子 就欺负我把我当人是吧 可怕怎么像病里的人一样 知道吗 你这么打我 如果我还记得了 已经不会放过你了 哎 哎 你去放我 你让我笑什么 你看什么 干什么 呀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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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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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真的是在堵死啊 我现在根本就不怕 因为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现在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给我道歉 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你可不要太过分 过分 跟你们比起来 简直是小无见大无 你们不道歉是吧 那就等着瞧 明天会有好消息等着你们 可白你嚣张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那咱们怎么着瞧 秦温 让我走 这小子 现在怎么能变得这么狠 没想到 你还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 以前我觉得没钱会被人欺负 后来我才明白 像客房这样的有钱人 也会因为是个傻子 而被人欺负 这不是钱的错 这是人的错 你 也会不因为 这样的我 觉得我很可怕 不愿意的容忍 只会换了得寸精神 中间里 我就是这样熬过了日日夜夜 那最后 我没有得到入家的意思 连你 我刚刚没有控制住秦萱 废 你个傻子你都拽不住 有你又何用 爸我又怎么了 自己看 媳妇啊 媳妇啊 客房 给老子出让 媳妇 我们天海银行 将会终止一切 和你们科室集团的合作 我就是客房 有什么事吗 爸 就是这孙子 昨天就是他 你可真敢下手啊 竟然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他是我打 但是是他先挑衅了我 挑衅你怎么了 你挡了他 这没错吧 原来你就是这么教育儿子的 我怎么教育儿子 跟你没有关系 你可知道 他之前一直把我当个傻子 辱骂欺负 你本来就是个傻子 你怨谁呢 谁敢欺负我儿子